拿着奇感麾下好不留情 秦巴勒斯坦示威者与亲以色列群众 在美国知名的康乃尔大学上演大乱斗 甚至有人还在网上威胁要杀害犹太学生 另一所长春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 也控诉有心人士在学校 故意煽动犹太学生与穆斯林学生冲突 努批校方至今仍无所作为 美国反诽谤联盟统计 从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来 美国反犹太事件已经暴增四倍 针对犹太人的威胁也达到45年来新高 随着以色列发动加萨地面战 更多加萨人陷入险境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恐怕也越难平息 拜登强调加萨平民安全优先 似乎也希望消除 因为支持以色列不停火 带来的舆论压力 尤其现在大陆社群媒体 反常允许反犹太言论出现 以巴冲突再不降温 国际对立可能会越来越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